他们舍得花五万元吃遍台南的美食 这是台南政府所举办美食马拉松几点赛 最后夺得第一名的夫妻 他们是在一个月内狂吃了有336家美食 总金额花了有五万多元 最后虽然冠军奖金只有一万元 不过这对夫妇说 享受美食的快乐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大口吃老店肉粽 三不绝口还有牛肉面也不放过 这对夫妻为了参加台南美食 几点马拉松比赛 一个月内自讨腰包花了五万元 试遍大台南地区336摊美食 336点全都挤满拿下冠军 夺得一万元奖金 而三名也是他们家的 一名的一万 二名的八千三名的五千 其实总金花两万三而已 我已经花了五万几块去 虽然付出的比得到的钱要多 被笑说真是划不来 但这对超爱享受美食的夫妻说 这快乐哪能用金钱来算 另外这对夫妻也拿到不错的成绩 第四名 一万的收获是 美食让他们的感情加温 在我心中 我老婆是第一 哇 好感人哦 夏日的时候要跑大概二三十加 最多跑33加 不单单是为了奖金 爱吃的人齐聚一堂 有说不完的话题 主办那位说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一定会每年继续拌下去